缺姐继续给大家读啊 性压抑的身体情绪逻辑 选择何春蕊的豪爽女人摘录 他说呢 真正在无聊中成长的是女人 有哪个女人自小就 急急盈盈 想惊想怪的亏男体呢 小时候缺姐还真的有 在上小学的时候 跟一个小伙伴 也是个小女朋友 缺姐呢跟他呢就玩 在野外玩 然后看见这种 撞见这个河里啊 一拳这个男的 也是上小学的男生 光着屁股 在河里游泳洗澡 缺姐呢和他呢 就躲在沙子堆后面 然后两个人就一脸的 吟笑 坏笑就看着 看着津津有味 然后这些小男生呢发现了 发现缺姐和这个女朋友了 就喊 谁在后面 吓得我们俩就跑了 缺姐小时候专门干这种事 因为缺姐那时候天性特别解放 不知道是这个缺姐的父母 都是比较性压抑的 非常的假正经的 这对父母不知道怎么生出缺姐这种 天性解放的孩子 还是女孩 缺姐说了小时候啊 跟着死爹进南早堂子 冰不上的南早堂子 缺姐竟然指着啊 这个成年男人的这个 阴镜说 鸡板大鸡板 这是缺姐干的事 缺姐那时候真的是天性解放 就是 就是天性 天性就是啊 不受道德规则的约束 缺姐只受利益的约束 只会想到在这男权的时候 如果说我干这件事 对我不利 我就不干了 对我有利 或者说对我无害 那我就符合我自己的天性 是吧 我天性就就有这种 性开放 不是性开放 思想开放 缺姐思想是比较开放的 他说有 他说一般来说父权社会啊 哪个女人有这么强的动机啊 经常维持高度的主动和灵敏啊 以便司机窥看男体呢 你看缺姐 小时候喜欢窥看男体啊 这但是长大以后 居然被当成女体来窥刺啊 你现在 现在语言班上有个小王啊 这天天的 这光看缺姐的这个女体啊 缺姐穿的是 这是连胳膊都不露 连胳膊都带上这个护肘啊 穿的T恤还是这运动T恤啊 就这个全精发的啊 裤子呢 是这种弹力的健身裤啊 这种瑜伽裤啊 这些跑步裤什么的 那你说穿着 我从基本上我没穿过短裤 也没穿过裙子啊 胳膊也不怎么露啊 你就有什么可看的呢 我又是个平胸是吧 可这小王 他是呲呲不倦啊 就是拼命的亏死缺姐 我能怎么办呢 我总不能在他和我的目光之间挡个屏风吧 教室也不允许是吧 其实也就想 哎你看就看吧 我必须在你的这种男性凝视里 集中注意力 我投入我的学习中 我不管你了 你愿意看你 你觉得你看了你过心眼 你就过吧 反正你又不能 又能不能把我怎么着是吧 我也不能把你怎么着 有哪个女人 继续读这篇文章 有哪个女人会不断的拓展 拓展疆域 不管远近高低 一味的钻研技巧 创造窥似的机会呢 哎呦 缺姐还有 你看缺姐确实是没有性别意识的一个人 就是NT这人 其实是一种天 有一种天性 就是什么呢 他真没有性别意识 你看缺姐经常 不过是成年还是怎么着 成年以后 就是因为这个马虎 会闯进男厕所 闯进男草堂子 缺姐真的没注意到 闯进男草堂子就发现这气氛不对劲 女草堂子就活色生香的哈 这男子草堂子怎么这么生硬 这么冷冰冰的 缺姐近视 人家定睛一看 是男的 缺姐赶紧 赶紧的跑出去了 男草堂子在这个国内也闯过一次 男厕所闯过一次 有个男的正在小边 缺姐一进去吧 吓一哆嗦 吓一哆嗦 缺姐就退出去呗 就退出去 还跟那个一个学校的同事去讲了 说我闯进男厕所了 你说我这一考完试 还考的挺美 考直升英语 考完了觉得自己考的不错 兴奋之余 就跑进了男厕所 去看了一下男人小便 然后就前段日子 又闯进了男厕所 不知道这层楼 只有男厕所 缺姐不知道 以为这是女厕所 也没看标志 咔就进了 也没看见男的小便池 就咔我就把这个 挡板就是这种隔间 有马桶呢 我就插上了 我就吁吁了 正在这时候 小王和一个一个应该是 也是确姐班上的一个男的 确姐认不出那声音 听不出 突然外边 隔间外边 传出男的声音 你说确姐倾吓不倾吓 这不叫惊喜 这叫惊吓 确姐吓他就屏住呼吸 就不敢 已经确姐都已经把这水 小便完了 裤子穿上了 把这水都已经放出来了 突然外边响起男生 小王的声音很好认 因为他是这个搞音乐的 他学点这种声乐 他的那功名 确姐一听就知道 他那嗓音特别好听 难得是确姐害怕 我怎么进男厕所了 当时就蒙了 脑子就蒙下就蒙了 我怎么进男厕所 这不是女厕所吗 我不知道外边是有小便池 然后呢也没听到声音 确姐就想的就是 我赶紧颤着没人看见我 我赶紧溜出去 谁都是不知道这件事 不知道这件事 就没发售就行了 结果确姐把这个隔间门 听到外面没声音了 男的好像都走了 然后确姐把这个隔间门一打开 结果小王正在小便池里小便 小王姐姐尖叫了一声 嗷嗷嗷嗷嗓子 我确姐也把确姐吓一跳 是吧 我这成什么了 这不成耍流氓了吗 我确姐还得就训斥了 清击之下又又得语训斥了 我说这没关系啊 你别瞎基本想 这个我什么都没看见 然后确姐是大啦啦的 走出去也没有洗手 因为小便池就挨着洗手池 缺姐不可能说 小王你去小便 我洗手是吧 缺姐就走出去 蹬蹬的就跑了 哎 这小王就觉得缺姐 哎 你看这女的 这中国的女生啊 中国的这女同学 她居然闯男厕所 而且还把我训了一顿 还有德语训我 这个女人不一般 我昨天上课呢 缺姐又跟着一个乌克兰的女的 要呛下来的 没呛下来 她没敢吭声 是她老公想跟缺姐呛 小王还帮着缺姐去呛 呛这个乌克兰的 她的那个那个男男命啊 呛这小王今天是站缺姐这边 这小王的眼睛都都瞪大了 没想到中国女的这么猛啊 居然敢跟人呛 他妈 他不他不对我虚 他不先虚我 我能虚他吗 他先把我给虚了 那我得帮同学和 我他妈我就不能让你觉得 我好欺负 我可不是什么软世子 大不了就咱们就干一架 干一架我又不怕你了 缺姐觉得平时在拳击营里啊 跟男的对打 跟女的对打 她尽管她个子高 个子高 但是她没什么力气 她是速度 速度慢 她只会抓头发 她只会扯头 她没有其他的招数 然后缺姐想 那大不了我给你干一架吧 所以说缺姐就盘算好了 胜算了 那概率 去顶着她老公应该不会动手 所以说缺姐就 大胆的续回去 然后这小王在小王那里看来 啊 你这个女人 又闯男厕所 然后又跟 又跟 又跟女人撕逼 撕逼还这么猛 完全不顾虑 而且缺姐还不拉的小王 你看我们德语 就说德语的这几个人 缺姐是拉着说德语的女的 你看缺姐永远对女人有期待 我对男人没期待 我也不拉懂男人 你拉懂男人 男人会看不起你 觉得你想 你就是投靠男人吧 对吧 所以说小王是主动的 向我们靠拢 你想帮着缺姐 缺姐知道 心领了 所以说缺姐以后也会帮她 尽管说 她总是 对缺姐 有这种充心荡药 但是缺姐必须把她引向 同学关系 就好朋友关系 缺姐在全机营里 在体育成立 多的是男的 大多数都是义气 兄弟 咱们是战友 对吧 还讲什么 这种什么性别 没有性别 打起来就是敌人 就是对手 就是战友 对不对 只有这小王 学音乐的浪漫 他只想搞点什么 这种 男欢女爱的这种 情爱色彩 这种 这种东西 缺姐没那心思 你看啊 缺姐呢 是浑身是冲动 大量的消耗体系 体力 但是呢 缺姐 这种不惜学本的无畏精神 追逐的是自己 自我成就 我不会追逐难题 真没有 你看缺姐也是受 男权受贿归训 如果说缺姐 如果是按照自由发展 不被男权受贿 被这个父权受贿 所约束的话 大概率也是一个 色情狂 从小就喜欢去看 什么在幼儿园 撸小男孩的鸡吧 用手跟另外一个 副班长 一个男的 小男孩 小男孩长得高 跟缺姐打过架 缺姐把他打赢了 跟他撸鸡吧 又喜欢去闯男厕所 又喜欢偷窥 偷窥男人洗澡什么的 这种 缺姐像这种人 你说 如果不是生在男权 缺姐肯定就是一个 木男狂了 你看从这几方面来看 守候偶像歌手的青少女们 带有几分像 窥似女体的男人 比如说喜欢青春偶像 偶像女歌手的 但是他们的目标特别单一 这种女性的女粉丝 练习的机会和多样性都有限 要是他们也逐步发展成色情狂奔的精神 倒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至少他们直接了当 大胆表达 已经在发展主体性 自主性的 这上面远远超过了 比他们年纪大的女人 他们在疯狂舞蹈和拥吻 偶像的激情中也达到了某种程度的身体解放 在这方面显然就是成年女人的榜样 你看缺姐就是属于这种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你看缺姐的父母都是这种非常压抑的人 人格 假装正经 缺姐死定那就是假装正经 那真是可笑 不过呢 以大部分女儿而言 生活呢 就是低能量低活动充满等待的 这种柔弱比起男人的高能量 高冲击来说有天上之别 男女都是有欲之人 为什么女人没兴趣观看男体 男人对女体却百看不厌呢 你看缺姐也喜欢看 你看在健身房 我也喜欢看女人 我看男人 我不看男人的 没什么可看的 她们穿着这种运动服是吧 也有的脱了这上衣的衬衣的 光着膀子跑步的在这操场上 缺姐也没有看的冲动 真没有 看了多毛的腿也没有冲动 缺姐看了什么几块腹肌 那个胸肌也没什么想法 就看了女人的那个身体线条 这些贱美的女人们 那确确确实是 想人家怎么长得这样呢 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 咱们继续读啊 由台湾的两性身体逻辑 切入这个想象 这个逻辑我估计称为 看与被看的身体情欲 赚培逻辑 这个逻辑有些基本的前提 前提一 不管进行观看的主体是男是女 值得被看的永远都是女体 你看缺姐也是喜欢看女体 也不喜欢看男体 因为我真的 就是本能我就不觉得 男体有什么可看的 你说看了裤单里那二两肉吗 也看不到什么 有的那种 就是那种什么包颈松弛 包皮松弛的 一大串嘟了的 就看了就恶心 说句实话 前提二呢 是女体值得看的只有那三点 其中有以最后一点最难得 这话说的都隐晦了 缺姐最后一点是最难看得到 是吧 就看见这落头纸 那两点就两个球 是吧 那两球你看 就缺姐在游泳池的女澡堂子里 你看看人家西班牙的美女 人家的乳房 这是浑圆的 半个球 哪像是缺姐这种平薰 小小的 小小的还有点吓吹 你说你跟人怎么比 你跟人怎么比 前提三是男人看见女体是转 如果是自己身体被女人看到 也还是转 所以说小王在这个厕所里 他只有 只有他在厕所里小便的时候 但是他认为是最羞耻 最脆弱的时候 被缺姐撞见 他认为他吃亏了 所以他会尖叫 他尖叫 好像被强奸一样 缺姐还挺凶悍 因为缺姐不知道 怎么样掩饰自己的这种害羞 这种这种尴尬 和这种莽撞这种冒失 我只能摆上一副 更强悍的姿态 这是外向中干 缺姐还把他训了一下 结果那小王在小王那里 看来你这个女人 有趣 你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女人 我就更要追逐你 然后那小王就对缺姐 是孜孜不见的观看 这就看一背一看 缺姐就和他 其实没想看他 因为我看他的桃花眼 我看他有点什么呢 异乱情谊 他会勾引起缺姐的情欲 就是沉睡已久的情欲 缺姐也有欲望 但是呢 不能对他施展 因为缺姐仍然受着 这种男权社会的这种 这叫什么 对女人的归宣 你不能搞破鞋 对吧 而且搞破鞋 你仍然是男权社会 男人你是赚的 哪怕我年龄比你大 我已婚 但是我和你 仍然你是赚的 我是亏的 一旦是发生后果 东床事发 是我承担后果 你不用承担上后果 你只需要跟你未婚妻 赔个礼 道个歉 你未婚妻永远会简单 说不定他未婚妻 跟他就是开放似的 就允许这小王出去乱搞 你看缺姐老公就未必允许 他只是不情愿 他顶多是原谅你 不存在他主动 允许你去干这件事 那我为什么要求自己老公原谅 不干这件错事不就行了吗 缺姐永远就考虑到利比 缺姐知道小王长得帅 长得好看 你看见他那样 你也忍不住想跟他亲近 这是缺姐说实话 你看他桃花也长得好看 充满了情欲 一脸的情欲 贴片的又一脸情欲的 这种这种表情 看着缺姐 你说去坐在缺姐旁 身后的这乌克兰难民都发现了 这两口子发现了 缺姐还不能不为所动 就是表现出 是圣女贞德的那种 贞结烈父的模样 威武不能缺 富贵不能赢 缺姐就是坚决白说这个姿态 熟视若无睹 所以说这个男的 其实他是挺佩服缺姐的 这个男男民 那个男的 呛缺姐的这个男的 他觉得你说小王 这样的魅力 你都能挡得住 是吧 那说明你这女人挺有定力的 你看这缺姐又获得了 男权社会 男人对缺姐的认可 尊重 你看 缺姐越有定力 这些男的 他越佩服缺姐 包括小王 他也佩服你 你看我这么撩他 他都不为所动 这个女人 确实不简单 所以这个逻辑的基本精神 就在于 男人无论如何都是赚的 女人无论如何都是赔的 换句话说 情欲的流动 其实是被男强 女弱 男进 女退 男爽 女亏的不平等的权力 关系所渗透 哪个小王他再帅 他再怎么样子 对缺姐有兴趣 对缺姐也不错 他的那个 对缺姐的善意 暖衣缺姐知道 他帮着缺姐 帮着缺姐说话 什么的 给缺姐提供情绪价值 但是我也不能跟你说 因为你是男权社会的男人 我是男权社会里 被受到约束的女人 就也非常坚定的 非常确信这件事 你他妈你愿意 就在我身上搭的时间 搭功夫 在我身上寄托你的这种 各种各样的幻想 那你就随你变了 老娘豁出去了 随你变了 老娘就是不动 如果说这情绪 如果缺姐一旦有情绪流动 那么他的运作效果 都会受到这个两性 在这个男权父权社会 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所作用 缺姐跟他睡 他仍然会 马上他就兴趣全无 所有的这种兴趣 就是因为 缺姐不让他得手 不让他睡 他呢 他就有个空隙 什么空隙呢 我没得到他 我没跟他睡到 没睡到他 所以说 我就投放他那个 各种各样的 他压抑的情绪 比如说他恐婚 他来自这种破碎的家庭 他跟缺姐一样 来自这种 他的重组家庭 还要是 他爹和后妈 下了一个小吊子 他妈和后爹 生了一个妹妹 他想象他和他妹妹 这个妹妹关系很好 看得出这哥哥 就当的挺称职的 而且这半个哥哥 应该也没有说 猥亵妹妹的意思 还挺保护妹妹 一看就看得出 这个哥哥还当的挺称职的 然后他还有个 有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 他们是从这种 塞尔维亚搬过来 他父母都是匈牙利人 从塞尔维亚搬到德国 他妈呢 显然是为了两个兄弟的 这种 这个前途命运 下架的这么一个 像长得像卡西摩的一样的扣爹 他妈年轻应该是个美女 大美女 一看 你看那小王长得那样 大概率他妈是 美女就胖了 老了 小王的父母长得都应该挺好看的 就是胖了老了 所以说缺姐就不能 缺姐不认为 她接受过什么女权教育 小王肯定没有 你才在的时候 他仍然是个男权社会的男人 他仍然占着这种 权力关系的高位 他比缺姐年纪小那么多 没用 缺姐能说 我不让你睡到 就是不跟你睡 我也不跟你玩二妹 老娘就有贞结裂父了 抓一把贞结裂父 其实缺姐一点都不贞结裂父 内心里就是 投机分子 充满了鸡贼的算计 所以说这个情欲逻辑 根深蒂固 到了一个地步 什么呢 就是连经济实力都跌不破 他 就是哪怕你的经济地位比他高 也不行 你看这男男起怪流浪汉 他仍然可以强奸女贵族 然而这女贵族一旦被强奸 被轮奸 他的价值就会被贬低 这以前呢 只有男人有钱就玩女人的身体 享受女人的伺候 但现在呢 女人也有经济实力 市场是为女人准备了 什么 什么餐厅啊 舞厅啊 俱乐部啊 满足女人的情欲需要 包括那种什么什么跳 男人跳脱衣舞的 所以说很多女人随便想去 还有缺姐在黄网上 就用黄网上看到女人去那种 就是那种异性按摩 专门让男技艺师按摩 按摩全身 按摩那三点 包括阴部护理 胸部乳腺护理 所谓的就是什么 起各种各样名头 就是满足女人的情欲的需要 然后很多男技艺师 趁着女人 就是把女人摸到 阴地摸到阴地高上的时候 就会拿自己的阴镜去插入 女人呢 半退半就完成了一次 情欲的流动 你就这种有钱女人 你让那么这种农村的 西角上岸的这些 男角司们插入 这社会地位其实挺无评的 但是呢 这这些男的男技师们 就把这小视频拍出来 放到黄网上 要不卖钱 要不让大家关门场 供自己心理满足感 看这么有钱漂亮女人都让我操 老子牛逼不牛逼 所以说你说经济地位能决定 能打破这个性别权力不平等吗 确切比小王有钱 小王现在属于没前期 你说确切能够打破 不可能的 确切也不会给他花钱 确切让他想 我的钱只属于我 一分钱要那老娘都不给你花 别看老娘 上辈子欠你 五百党白银 老娘这辈子就有个不还 看你怎么着 你要想让你去 非要逃 但你逃 你去下辈子去逃 老娘这辈子就是 其实不是说这些牛郎的价码太高 而是女人觉得 即使自己长有主动权 可以用大爷的身份气势 优越来吃牛郎的豆腐 占 这个男的便宜 但实际上 只要这么一弄 反倒自己亏了 牛郎不仅赚了钱 还占了自己身体的便宜 可不 你看看那些洗脚上的这些 男吊丝们 说话连普通话都说不好 摸着白富美的 非常漂亮的奶子 然后摸着摸着 就摸女人的这个夏天 然后女人被摸动情了 高潮了 就把自己肮脏的 她洗都没洗的阴静 就插入 还不带套 甚至套都不带 你看 然后那些男技师们 身材真的是恶心死了 身材有大肚子 丑死了 所以这里运作的力量叫什么呢 男女人情欲一旦流动 流动 你哪怕摸了牛郎的一把 或者说被男技师摸便圈生 应该在情欲上形成爽 但是 爽的仍然是被摸的男人 或者说摸自己的男技师们 所以这转培逻辑 就已经预先的命定了 男人和女人身体的碰触 甚至只是观看 必须是男人有德 女人有失的结局 那你说缺姐 能跟这个小王怎么着吗 她看缺姐 缺姐都不敢跟她对视 都不敢跟她回看 我回看 偶尔瞟几眼 就觉得她长得挺好看 大长腿 大长胳膊 无可挑剔 不胖不瘦 然后脸蛋长得特别好看 那你说缺姐就看她 她就觉得 你看你看我了 你终于看我了 你一直不肯看我 现在终于肯看我了 你说明老子有魅力 老子长得帅 人家在instagram上 他就有人敢写 说 who is this heart guy 就自己早晨 洗完脸 睡眼轻松 或者说刚洗完澡 就拍了一个大头照 人自恋一把 谁是这个性感的小伙子 你看他都自恋成这份 那缺姐敢 去看他们不敢 不敢跟她对视